江山如此多礁,因无数英雄尽折腰 在美丽富饶的北部满海,有这样一个城市 它被优美的环境和谐的生态所环绕 它地处广西南部边春,西南端与越岛山水相迎 它去北回归县尹南,地处温温22度 一个最适宜居住的首室温度 周历年平均气温22.6度 光照充沛,气候宜人 被认定为中国大陆海岸线最后一段黄金海岸 又称之为中国的夏威夷 它的名字叫防城港 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广西北部湾的开放开发,由此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7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广西市场 提出了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 打造好上海经济的危大战略 此前,更由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对防城港的未来寄予了厚望 防城港作为北部湾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不仅位于泛珠三角经济圈 大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集合路 是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桥头堡,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港口物流区 正如世界经济和东盟 东盟经济和中国 中国经济看北部湾 北部湾经济看防城港 全世界80%的财富 都集中在港口城市 防城港是全国12个沿海主要输入港之一 中国西部第一大港 目前,防城港已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 250多个港口之间通商通航 汉运网络急速覆盖全球 一跃成为全球性枢纽大港 防城港日内交通发达 12条高速公路 直四条铁路将会击封 随着沿海高速的台风 防城港的钢铁中进 世间跨省跨国化 防城港与南宁、北海、青州融为一体 同城跨的北部湾新型城市军 正在迅速形成 正在建设的中越铁路 附近越南、泰国、连电、文雷等东盟国家 最终通达3800公里以外的新加坡 得天如厚的区位优势 被誉为西南门户 冰锤明珠 还被国家评为边境特区 同时享有国家级的四党特权 五党政策 几沙岛上三千余价的大小型企业 分之烫满 大型领海工业园区 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 助力房城港成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生态友好 开放度高 国力奔发的新兴港口工业城市 重要门户城市 海人文化名市 房城港 拥有国家四A级景区 一百四十多个 夕阳西下 站在金滩上 可以遥望西南方 水天疑似的越南海景 也可以体验金族浓郁的民族风情 三十万白鹿驻足于此 这里成了白鹿的天堂 被誉为中国的白鹿之乡 这里有世界唯一的国际金花茶自然保护区 和全球第三大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是最好的天然养东和养生生地 被誉为中国的长寿日香 在这里八十老人不算老 百岁老人遍地找 房城港城市氯化率超百分之五十 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五十九 这里有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十万大山 古墓餐厅万五律废 十方护养离子 每立方厘米七点三万个 引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静岸海域海水水质和地表水水质达标率 空气质量连年优良率实现三个百分之百 工业文明与碧海青山共舞 海湾城市与蓝天白鹿齐飞 一座城在海中 海在城中的全海景生态海湾城市 已然展现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障眼飞机 防城港正以惊人的速度浩然崛起 乘所谓 一年风生水起 三年争荣俱现 破年气势如虹 十年万商人籍 十五年霸气天成 真正的财富赢家 懂得读政策 真正的价值投资 是投资未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